好 除了日本之外 我们接着带你来看到的是越南 虽然他们这回是极力防堵武汉肺炎的疫情 但是国内的确诊人数攀升到16例了 其中就有10例是位在越南北部的永福省 越南当局就怕这个人车陆续的流动等等 造成疫情持续的蔓延 所以各国也都是开始祭出禁令 那么当中菲律宾政府是在10号的深夜宣布说 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 为了防疫针对中港澳还有台湾的旅客 都是一律拒绝入境到菲律宾的 那么我国的外交部就谴责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那么也不排除要采取反制作为 好 不过新一次晚间 非国总统杜特蒂最新表示了 维持这项禁令 而且也表示这个和一中原则没有关系 好 不只是出国这个航空相关业者受到影响 现在台湾的旅游运输业也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 那么很多的中港澳游客本来预计今年过年假期要前往台湾的花莲来游玩 从每天平均12万人次减少到剩不到6万人次了 那不只是机场里头的免税店餐厅业绩直接下滑了七成 就连在机场外头排班的小黄问奖都受到影响 好 现在业者也呼吁政府补贴房租还有权利金 让他们渡过难关 好 在这么严峻的时刻 中国的官员似乎还把防疫当儿戏 这是根据武汉民众所亲自拍摄下来 也公布到网络上的影像 有一群来视察的官员他们带着全套的防护服 那么开心的在这个疫区合照 但是拍完照之后竟然直接拿这个车子去擦 这个衣服去擦车子 或者是干脆把身上的防护衣脱下来丢进垃圾桶 好 这样敷衍的态度也让民众看了好心寒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影片现在随着各地 频繁的载运遗体 另外还有重庆的藏仪队 也大举的挺进武汉 都让中国网友高呼说 再也不相信官方的数据了 好 中国当局的作为 现在让当地民众越来越不满了 好 像之前我们为您报导过 有公民记者他实际的进入医院里头 拍摄出惨况 也把影片PO到网络上 结果引发了国际关注 同时他也抨击北京当局 但没想到这名记者却被失踪了 好 就有网友发起 要在星期五的晚上 全武汉大家一起熄灯一个小时 除了借此要求北京当局放人之外 也希望可以获得美国的注意 让美国国会可以出手救救中国人 这个月8号上千名的保平星号邮轮的旅客 终于顺利的返家了 好 不过当中有一位是从歌唱比赛出身的歌手 刘明峰 他因为是在船上铸唱的 被归类为员工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下船回家 好 终于在13号 西日四这一天 他接到下船通知了 踏上台湾的土地 好 在全球疫情都相当严重的时刻 WHO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 他却一直以来态度都相当的轻忠 来帮中国说话 现在就连外国媒体也看不下去了 星期三在一场记者会上 就有媒体问谭德赛说 你肯定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 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对您施压呢 好 谭德赛他一开始脸色沉重 但一开口依旧强调 事实会说话啊 中国的确在疫情当中 有很多对于世界有帮助的举措 好 这样的发言 就引起了不少网友 直接到WHO的Twitter下面呛瞎 甚至还有网友贴出一张 他跟维尼熊的合照 写着中国的奴才 在这个疫情严峻紧张时刻 中国不好好的来控制疫情 是频频绕台 好 继上个星期天 两度的绕台 甚至还越过台海中线挑衅之后 那么这几天来 台海周边的美军军机 出现的数量还有机种 明显增加了 好 继前一天星期三的B-52的轰炸机之后 有眼尖的航空迷还发现了 美国海军的P-3C反潜机 也继续来到R&B的南方来巡逻 好 可是不同的是 这架的P-3C故意把机身上面的识别码 改成了英文的Hello 好 就有退役军官解读说 美军是在向我们表示善意